进城经商晃晃晃晃 可大黎树村却还是荒山秃岭 一老本时在村里种地的农民收入 更是越来越比不上那些业余农民了 怎么办 1989年秋收一结束 村干部开始带头啃荒造田 第二年一开春 大黎树开始全民大会战 天一亮开会 给男女干男女队长开会 开完会呢 我们就赶紧回去分约屋 领着大伙说人干 一干就是一月两月 那都冰都上冬了 我们还一直跑 大家伙都拼命干 我也跟着干 看谁干得多 干得快 这事干得好 说说累得多光网 说大伙啥的 那年 王运志刚刚十七岁 初中毕业 别看年纪不大 但干起活来 手脚麻利 有张法 土不行就换土 没有水就蓄水 没有树就栽树 十多年间 大黎树人 治理了二十多座荒山 栽下一百多万棵果树 昔日 乱石砸草的荒山土里 变成了两万多亩的果园 黄运志也成为了果然的技术骨干